科技焦点带你看到 想必大家都有塞车的经验 因为每逢上下班的尖峰时间 塞车成为上班族最头痛的问题 不过现在有机会能够实现 卡通《多爱梦》里面 所描绘的飞天车的时代 因为英国的飞机引擎制造商 劳斯莱斯正在研发一款 能够承载4到5个人 飞行速度最快 可以达到每小时402公里 相当于台北到高雄 只要花54分钟 而另外最远的航程 达到805公里的飞天车 也就是说台北往返屏东的路程 预计最快 在2020年就能够飞上天 而这款飞天车 以燃气涡轮的技术 为6G的低音噪音引擎 提供进电力 完全不需要额外的充电 使用提高很大的调度弹性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架飞天车的机翼 可以90度的旋转 完全不需要跑道 机场就能够做到垂直起降 而未来将会以短程接补为主 除了有望能够解决都市的 拥塞交通问题 再加上操作 还有能源补给上 非常的灵活 老师莱斯就认为 甚至还能够用在载货 还有医疗以及军事的用途 并且用途的 颜色的